2021花莲合唱团公演活动 18号晚间在慈济科技大学的智根楼演艺厅演出 除了传统合唱的钢琴伴奏之外 并且增加了打击乐、长笛的协助演出 丰富合唱音乐的内涵 引导师生们进入歌曲的意境之中 2021花莲合唱团第二场公演活动 《吸取人声》18号晚间 则是前往慈济科技大学演出 这场音乐会除了传统合唱的钢琴伴奏之外 并且增加打击乐、长笛协助演出 丰富合唱音乐的内涵 引导师生们进入歌曲的意境 今天非常感恩花莲合唱团 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曲目 今天的表演曲目 古今中外的主题都有 跨国多语言的内涵 而且最重要的是跟我们的全能教育中心的理念 非常的契合 我们很希望培养出的学生不只是具备专业的素养 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生们也都能够含有一颗人文的心 培养具备科技与人文兼具的学生是我们学校的目标 所以我们全能教育中心对于这样的艺文活动 非常的喜欢 而且也希望学生们也能够养成习惯 在平时的时候也能够多多涉略这些人文的活动 因为我常常觉得歌曲人生就像一首歌曲一样 有起有高潮有低潮 那今天的曲目里面 等于是所有的长辈们 就是这些花莲合唱团团员们 老师们的一辈子淬炼的智慧精华 所以当我在听这些歌曲的内涵时 一字一句 我都想起了我的过去 或者是很多人世间 不管是情感的 或者是大爱或小爱的 都有 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内涵 很能够激发我们对于现实的回顾 再去检视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觉得学生们在今天的活动 应该也能够有所收获 有所共鸣 此地科技大学全能教育中心主任陈安宁表示 这是花莲合唱团第一次进入校园前来公演 对师生们来说 可以说是聆听一场精彩的营业饗宴 花莲合唱团副探长叶日生表示 这是各位以许许人生为主题 在疫情期间 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希望透过音乐的美声 找回人们对生活的信心 用阳光的心 让明天会更好 记得终于简单报道